看到新北市从105年开始 推动在弱势场所实施机车退出骑楼的政策 至今已经有110间机构配合了 而今年一共有6家托育中心再加入行列 虽然说对行人及弱势民众带来方便 不过却也压缩到了机车骑士的停车空间 许多民众搞不清楚机车究竟能不能停在骑楼上 根据新北市政府处理机车停放及停车位设置要点 机车停放在骑楼时以一列为限 而且要保持1.3公尺以上的人行空间 另外出入口则要保持至少0.9公尺 不过针对长照拖映中心等场域 交通局持续推动机车退出骑楼的措施 我们今年度总共针对110处的公安弱势避难场所执行的 击退累积从105年到现在 那今年度所执行的6处就是 土树英跟三五的这个这6家是依照新北市公共安全联合 机车小所所提报的公安弱势避难的处所去办理的机车退出骑楼 根据交通局的调查有7成4的民众赞成实施机车退出骑楼 其中更是有9成的民众支持弱势场所配合这项政策 而实际访问民众抱持不同看法 因为因为像小孩子进出他们比较小容易会撞来撞去的 这样接送的话比较方便 就是要停的话也停在马路上也比较好 是还好我很少停骑楼我都是找有停车位 我刚刚会停在这是因为旁边没有位置我才停在这就这样 因为新北市的机车阁还是不够 所以说你人行到空间那么大也没有用 对机车骑士来说他们认为机车阁不足才是主要问题 对此交通局也回应了 我们会救附近的路段可以替代的空间 先寻找替代的空间 供民众停放 那如果没有替代空间的话 我们也会就是尽量宣导请民众 还是可以做到避难场所的机会 因为这是弱势的族群所需要用的 在行人通行及弱势公共安全空间 实施机车退出骑楼 确实为行人带来方便 不过该如何维护机车骑士的权益 也成为一大考量